当你打开一本书 你也同时打开一个世界 有人喜欢一个人看书 有人喜欢一群人看书 马来西亚槟城有一群人 透过分享阅读得到了喜悦 因为它不是很大的 然后有时我们自己的问题 自己不能解决 at least我们来这边 还有他们能给我们一些 私人的文化意见这样 马来西亚槟城禁师书宣读书会 开始于2011年 他们读过人生经济学 地藏经等书籍 筹办人王慧慈是禁师书宣志工 来自台湾的他深知阅读的好处 发愿办好读书会 因为我知道基本上就是说 真的马来西亚的读书风气 确实还是有一点就是说 比较欠缺一点 不如就是从在书宣的志工做起 读书会最难就是持久 所以当时我心里就发了个小愿 我说怎么样啊 我都至少要让他推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继续下去 一年过去了 参与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白天上班 下班后把握时间阅读 王慧慈坚持以轻松的方式进行读书会 我们不是说要读完整个我们才来讨论 就是说我们可能读了一段 我讲了一个重点之后 他们想到什么 他们就会提出来讲 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的 就很自在 在我们实际的师兄师姐里面呢 他能够起一个带动 大家要多多读多听 然后他才能够转化 成日常生活 处事待人接物 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看法 正确的事要大力推广 王慧慈也计划开办英文读书会 我们是整辈是给受英文教育的 因为一般上我们比较少机会给英文教育的人了解词词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阅读的习惯需要长时间培养 王慧慈积极推动阅读风气 让大家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视野更辽阔更丰富 大家新闻 马来西亚槟城李庆轮堂念碧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